俄罗店铁门申索 住址上还贴着今日公修四个大字 因为确诊车伤主管案18060 以及确诊女业务案18082 在11号曾到这里用餐长达六个小时 原本以为女业务是被先确诊的车伤主管感染 但谁传谁 什么时候染疫可能要翻盘 当然是谁传给谁 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相对的标的物 但是因为这还很模糊 所以不便讲说是哪一个序号的 追踪足迹意外发现 女业务和桃园确诊银行行员足迹重叠 1月9号他们都曾到桃园IKEA 期间女业务还脱下口罩用餐 会不会是在这个时候被感染 另外她在1月11号到台西俄罗店和确诊车伤主管吃饭 1月14号和1月15号两天到了新竹剧城四个地点 其中还到威秀影城七厅看晚场电影 到凌晨12点28分才离开 目前确诊足迹都已经停业三天进行清销 当天上班的员工全数裁剪 确诊女业务足迹遍布人潮热区 市府也急得找感染源 这一位18082 她的基因定序 有送到昆阳实验室 大概需要四五个工作天 要透过基因定序的确认之后 可能会比较清楚 目前市府已经匡列 女业务同住家人五位 裁剪都是阴性 另外同公司24人还在筛检中 以及据成的68人 总计97人进行居家隔离并裁剪 目前新竹多所中小学停课 五所大学也被迫取消寒假营队 新竹疫情持续过大 车商主管和女业务 这两位确诊者的感染源却还查不到 担心会成为吸体群聚案的班板 记得何梦千张智人行居报道